可以先分别为我们介绍一下李向怡和李莲花吗 李向怡和李莲花 他们是一个人 但又不是同一个人 至于更多的大家要去距离的找答案 对我来说更多的是 很欣赏李莲花她能放下所有的一切 她同时也能放过自己 那么李向怡就是天下第一 很傲气 李莲花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作为演员 当你看到一个角色 你没有演过 你没有尝试过 你看他有没有哪一点能打动你 它是一个逆行式的一个故事 一个成长 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说很不一样 我觉得也是很有挑战 那么我也很想尝试一下 对于很多的事情 作为自己也得换一种心态去看开一点 不能这么走 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找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对我来说 不仅是角色上的出动 对自己的心境上的出动也是蛮大 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 对生活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希望大家去追剧的时候 追完的时候 我希望李莲花能给大家 带来不一样的一个角色的体验吧 你的性格中有没有和李莲花相似的地方 相似的地方就是追寻自己的内心 自己坚持自己想要做的 始终相信自己付出了会有结果 莲花楼的武打戏份非常多 而你好像一直以来也都很喜欢 很擅长常拍打戏 这一次对你来说有没有新的挑战 因为这个戏打戏更多的还是武智老师设计的 因为他非常有经验 肯定是有主创团队 我们去碰撞一下这个戏应该怎么做 怎么打作为演员来说 将功夫老师功夫明星和武打老师武打明星 我们查他们差太多了 那更多的还是因为通过这个人物去找 比如说李相仪 他的婆娑布是怎么设计的 他的相仪台阶 包括他此时此刻的心境 包括他后面怀念师父的时候 自己去一个人在竹林舞剑 他是根据他的心境走 他去根据这个人物去走 我对自己的角色 或者武打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也为何了 什么说 希望观众看完之后 不会有突兀感 这一点是我们当时也是想过这样的 不会觉得 我们就考虑这个人物不是这样的打 就是还是要根据这个戏的类型 做第一个强调 还有去根据这个人物来去设计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老师们比较费心的 因为想是最难的 想象力是比较难的 因为你怎么想出来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希望观众去接受它 观众不去感到突兀 这一点是我认为就是前期创作是比较难的 大家可能也是会有交通难了的时候 希望观众看完之后 需要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就不干了 你如何理解江湖 如何理解李莲花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侠义 其实每个人对江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家国大英也可以 帮助一个人也可以 有人的地方一定有江湖 所以每个人对江湖的定义不一样 那么李莲花对江湖的定义就是 他遵循自己的内心 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因为他不是传统武侠 也不是那种小人物成长为大英雄 他更多的是放下 这样的气度和胸怀 我觉得也是非常厉害的 非常了不起 莲花楼是在夏天拍摄的 可以为我们推荐一些片场纳凉好物吗 其实是这样的小伙伴嘛 就是大家如果在航店拍个一两部戏 两三部戏的时候 大家都有自己的小秘诀 小风扇都会有 更多的还是心情自然凉吧 你经常会看到很多的演员 或者工作人员 真的晕倒好多 真的 我们拍莲花楼的时候 就后面的剧情 大家可以看到 就女宅的 看到那些小女孩 就晕倒了 大家都好像都中博熟 因为夏天拍戏 尤其是无暇剧 因为我们这个更多的是外景 尽量都喝点水吧 剧播后 很多网友对剧中李莲花拥有的 莲博基尼很感兴趣 你有看到吗 什么基尼 莲博基尼 哦 莲博基尼 这个车大家都说 好像你们古代很有钱 这个设计的挺好 这上面还有个二楼 这明明是房车 而且还敞篷的房车 我觉得这个设计 这美术老师设计的 我觉得美术老师 还给大家很多人送了一辆 我们这美术老师非常好 非常用心 帮我最近再追去吧 看完之后 再看一下那个车 还是蛮粗的 如果可以把李莲花的房车 小狗 菜园其中之一 送给你 你最想要哪个 都想要吧 房车 这也都是李莲花的必备嘛 那更多的还是狗狗吧 它是一个生命 千斤不换 对吧 车坏了还可以再修嘛 可以去重新做一辆嘛 因为它种了笔茶制度 它其实慢慢的 已经失去了味觉 它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味道 或者怎么样 更多的还是一个消遣吧 喝喝喝茶 种种花 让自己心更静一下 之前有演到《莲花楼》被拆了 哦对 把我家都给拆了 这两个真的是 见面的时候让它俩赔 前段时间看到陈屿受伤了 听说又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嗯 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 一直在理疗嘛 也是在恢复嘛 恢复的还是挺正常的 嗯 挺好 休息期间除了理疗 又做其他的事情吗 最近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追了好多的剧啊 看了好多的电影 包括现在也在追 《莲花楼》 《莲花楼》 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如果以一种水果来做比喻 在你的心里 觉得粉丝最像什么水果 奇异果呀 小明果果呀 其实这个还是蛮有缘分的 因为自己的戏就在爱奇艺播 因为我的粉丝就叫 奇异果小明果果 非常的有缘分 最重要的是 大家要支持一下 《莲花楼》去爱奇艺看莲花楼 爱奇艺看莲花楼